欢迎回到妈咪Live会客室 我是三宝爸Gary 妈咪盖的执行长 今天很高兴有两位高颜值的美女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首先我们先介绍 永丰银行的江宜珍资深经理 大家好 我是永丰银行的Bara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位 很有名的精算妈咪Sandy2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陪你精算生活 创造理想人生的Sandy2 太棒了 今天录节目非常开心 因为有美女相伴 好 因为今天我们要聊的是 关于这个活理财的部分 那我想在进入节目的主题之前 我们先请Sandy2可以先跟我们 做一点简单的自我介绍 因为我觉得Sandy2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分享 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 我自己有一个Podcast的频道 叫做精算妈咪的家计部 然后有很多的妈咪学员跟听众朋友们 会在我的频道上面学习 关于女性自主 然后还有家庭理财部分的议题 我自己本身也有在讲课 然后有一本书叫做 加记力这个月会发行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简介了 对 其实她写杠非常多的身份跟角色 所以刚刚有稍微问她说 你现在写几杠 她现在算不出来 我算不太出来 我也是专栏作家 太酷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很多的女生都越来越有能力 然后可以做很多她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非常棒 是的 那待会我请这个宜珍 我们的永丰银行的资深经理 她在这个银行已经服务了超过15年 而且都是服务非常高端的一些 投资人的账户的管理 可不可以请宜珍帮我们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永丰银行的Vera 我目前的话是双宝妈 那是双新家庭 那在永丰银行的部分的话呢 是已经服务超过15年了 那主要是在帮客户做财务管理规划 跟税务规划的方面 那其实主要是在金融海啸2008年之后呢 就是开始意识到资产配置的重要 那开始做个人的一些财务规划这样子 因为当时也是单身 就是想法比较没有那么多 是 对那历经金融海啸以后 才发现就是资产配置的重要这样子 嗯好 对啊 因为刚刚宜珍有讲到一个关键 其实投资有时候跟投机 有时候会有一线之间 所以我们要很避免自己 陷入到那个投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循环 那做好资产配置蛮重要的 那我想因为Sandy2 其实我们有些听众 可能有听过Sandy2的一些背景介绍 我想因为她本身过去 有一些很特殊的经历 那我觉得很值得跟听众们做个分享 那我想说请Sandy2先帮我们做个 你之前有些特别的故事好不好 特别的故事啊 因为如果说是我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之前就是生长在一个 非常梦幻美好的家庭里面 所以以前是公主就对了 是小公主来着的 就突然之间呢 我在30岁左右 那个梦幻泡泡戳破了 是是是 有一些很大的变化 是啊就是家里面有一些家族上面的变化 然后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 我觉得就变成很接地气的普通人啦 我那个时候就 我那个时候的账户 其实就是永丰银行的账户 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经过永丰银行是非常有情绪的 因为那时候我的资产是付的就算了 然后我唯一的现金在永丰的账户里面只有838块 所以我有一阵子 听得很清楚欸 对我有一阵子是我只要看到那个永丰的logo 我自己其实就会默默的很伤心 现在不会了啦 对 现在已经活出你的美好 对我现在已经活出我的美好 跟我的自我 然后又那个时候又当了妈妈嘛 那其实在当妈妈之前啦 我就已经意识到了 很会赚钱这件事情跟理财是完全不同的领域 就是有些人很会赚钱 但是也很会花钱 例如我的爸爸 他有可能就是现金流大 对现金流近来大出去也大 到最后留在身上的 如果说你没有好好运用留在身上的金钱的话 其实他有可能这一辈子都不属于你的 你不会拥有他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我就好好的有在管理我自己的账户 到现在大概有7年左右的时间了 对真的欸 赚到的其实不属于自己的 要存下来才是自己的 所以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 你有领悟到了很多的道理 是的 然后也开始意识到 理财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没错 理财理心的重要性 还有跟生活相关的重要性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可以在 理好自己手上的财务 然后增加鞋缸收入之后 我们再来去做投资上面的配置 我才有办法把我的生活给过好 那如果说我们的目标 已经即将要达到了 或者是你已经看到你的目标 即将就是有办法完成了 透过一些目标管理的方式 有办法完成 我都鼓励大家说 那你其他的钱钱也要花掉 我们要好好的过生活 对 也不要太省到对自己很委屈这样子 对很棒喔 因为Sandy2是一个小孩 然后宜珍是两个小孩 我是三个小孩 所以今天是一二三 我们有不同的家庭压力 对 那待会我也可以分享我的家庭压力 就是经济的压力 对 那宜珍你可不可以帮我分享一下说 你当初在 应该说生小孩前 跟生小孩后 你个人的一个投资理财观念 有改变吗 有 其实有蛮大的改变 因为当然就是生小孩 之前的话 还一直觉得自己是诞生 对 所以在就是说花用上面 其实也是比较没有节制 这样子 那一直到生了小孩之后 一个两个出生以后 发现就是其实 每个月之初的开销 是很可观的 对 真的就是像Sandy讲的 就是留下来的真的不多 而且又考虑到未来小孩 就是就学的一些费用之类的 所以开始就是从第一个小孩出生以后 就一直在做一些 就是小孩的就学规划的部分 包括就是我们自己的退休规划 跟小孩的就学规划 去做一些存储蓄的部分 这样子 所以其实变得比较理性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我太太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以前他还没生小孩前 就会 反正每年他可能想要买个一两个包 这样子 然后后来现在他就会觉得 这个包买下去 好像可以帮小孩买什么买什么 或者是可以变成几个月的学费 对 他就会换算 计算单位不太一样 对 后来算一算 他自己就会比较克制一点 我觉得这也蛮好的 等到我自己也是一样 我自己其实 我在生孩子前 我自己有打高尔夫球 然后我反正做很多旅游 什么反正 可以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都很努力的做 但生完以后 就会第一个比较没时间 然后第二个就会想说 这些花费是不是必要的 到底是只是自己独乐乐 还是说可以把这个钱转 转换到家人的这个亲子的时间 然后可以做一些 跟他们大家能够开心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做很多的是录影 然后带他们去运动 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 那我很好奇 因为你们都是理财专家 那像那个三迪兔 你家里的这个财务大权是谁在主导 就我啊 就你的 所以你们先生有 先生你们两个的收入是 都是你在管吗 对 现在都是我在管 所以他就是负责赚 你负责 花 没有啦 负责规划 分配规划 管理这样子 对 所以怡震你是吗 我们家的话没有特别去刻意分配规划 反正就是 原则上就是大概都是自己 不过就是说花费的部分 大部分都还是先生在支出 大条他花 对 就是几乎家用就是他兜他的支出 是 对 真的 我觉得现在真的女生越来越有 这个财务主导权 所以我们都说 就是不管办什么活动 妈妈一定要参加 因为妈妈是这个家庭很重要的 经济支配权 或者是这个最后选择权 像我太太常问我 今天晚上要吃什么 我就跟她讲了半天 最后她还是选她的 所以这根本就是问好玩的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 平常会有这样的习惯 是什么是不会 但是先生如果有很想要买的东西 他的眼神会这样默默的飘过来 看我一眼 跟我眼神确认一下 可不可以买这样子 已经有非常好的默契了 太好了太好了 对啊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因为 刚刚Sandy有提到 因为家里中间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让她意识到 这个理财重要性 以及赚到 其实不是最重要 是能够留下来比较重要 所以对于家庭的财务安全这个部分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可以让听众知道说 怎么样的把自己的财务 做什么样的规划 才可以避免掉 发生很大的风险 我觉得财务安全 最主要是你 一定要管好你自己的心理 就是你心里面要觉得安全 要怎么样让心里觉得安全 不是你钱赚很多 你就会觉得 心里面很有安全感的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什么样才叫做狗 所以我都会鼓励 我的听众朋友 跟我的学员 我们可以先把自己的 手上的钱管好 所谓手上的钱管好 是我从记账开始 大家都觉得说 记账很无聊 为什么还要记账 我记得这么多年 好像没有用 可是记账 我们记回来之后 那些数字 你要怎么去分析它 然后去结构 你们家里面的开支 之后呢 我需要永久的记账吗 其实不需要 我只要知道说 我记了可能半年一年 我知道我大概的消费 在哪一个区块 钱会跑去哪里 钱会跑去哪 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用预算制的 来做管理 也就是说我钱只要不花超过 我就是没有记账 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其实非常的强调 要专款专用这件事情 但是你记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现在APP这么方便 不管是银行的APP 还是我们手上那种记账的APP 都可以协助你 来做金钱的管理 所以你记到最后 你就会发现 它好像就是一件 很轻松的事情 已经融入你的生活了 已经融入生活了 那记账之后呢 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自己有多少个 生活的目标规划 像刚刚其实我们Vera 有讲到 小朋友的教育基金 我们的退休金 还有可能有 资产的其他的计划 那这些计划 什么时候要完成 然后需要用到多少钱 我每个月需要 存多少钱下来 甚至我们每个月 支出的保险费 如果是年缴的话 什么时候要缴 然后我在什么 时间点之前 我需要去存到这笔钱 那这笔钱是多少 对 这其实都可以用一个 短中长期的工具 来做规划 但我们这几个数字 都知道了 我也知道 我每个月放进账户之后 我还有剩下 那我就可以去 好好的规划 自己很好的生活 耗赏自己一下 对 所以其实刚刚你有提到 一个就是 你在家里发生变化的 那个时候 其实你的账户 只剩下一点点钱 对 好像还有点负债 蛮多的 蛮多的负债 对 所以其实我每个月的 我光是拿来还款的钱 可能就差不多就是 比一个上班族 中高阶族 主管的薪水 差不多 那个金额 对 所以当时的压力 其实是还蛮大的 那我很感谢 我自己以前很爱乱买 就是我虽然没有什么理财的观念 但是因为有理专的朋友啊 卖保险的朋友 他们跟我讲 反正我手上有钱我就买 对 就我发现 诶 好像 可以来做点赎回的动作 对对对 就全部把它赎回来 就后来发现这种 就是定期扣款的东西 也许我们在理财上面 如果说你的目标是投资报酬率的话 它或许不是最聪明的方式 但是的确就可以一点一滴的 帮我们存下了不少的钱 很棒很棒 所以我觉得其实 有时候在人生的旅途中 真的有时候 真的难免会遇到一些状况 是啊 所以我觉得刚刚 我们的三里兔很棒的一个分享 就是它其实没有因为 它遇到了一个这么大的变故 而让自己持续的 就是维持这样子很低潮的状况 而是努力的想办法 找到一个对自己 跟中长期有帮助的理财方式 然后逐步的建构自己的多重收入来源 以及如何让自己的财务 慢慢的转成一个比较正向的一个循环 所以还可以兼顾你的家里的小朋友 三岁小孩 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就离开职场了 有上班过一阵子 去年的时候就离开职场了 然后现在就 专心携杠 专心携杠跟带小孩 小孩四点就下课了 OK 所以我们要录快一点 等一下接小孩 对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 我们的钱怎么去分配 怎么样的去做合理的规划 因为以前我在学习一些理财课程的时候 就有老师会说 你要把钱放在不同的铺满 或者是信封或者是罐子里 这个A号罐子就是for娱乐 B号就是for什么家庭支出 就是你要把这个支出一进来 收入一进来就做分门别类 是的 可是这件事情坦白讲 我做了一阵子以后我就不想做 因为觉得有点stupid 然后就有点繁琐 但是我今天跟怡正在聊的时候 发现原来现在银行 永丰银行这边有新的一个功能 关于这个智能铺满的部分 可以解决掉很多民众 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金钱分配 但是又觉得繁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请怡正帮我们 简单的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智能铺满 好的 就是基本上像这个智能铺满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把这个 家庭记账布就是数位化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智能铺满的部分 你可以分成A铺满 B铺满 C铺满 那每一个铺满上面 你就是可以注记这个A铺满 比如说是水电支出 那B铺满可能就是 叫育儿费用之类的 那C铺满可能就是 一些生活杂质啊 或者是说食品类之类的 那每一个月前进来之后 它每 你就一开始就可以设定 比如说每个月 A铺满就是5000 然后B铺满5000 自动分帐 对自动分帐 它就会存进去里面 那你一样 就是要支出的时候 再从这个铺满去支出 其实对你来讲是相当的方便 是 对 那因为其实现在都数位化了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可以减少 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些记账啊 管理上面 基本上就直接数位化拉出来 就是一目了然 所有的项目啊 跟那个费用的部分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太棒了 这样就会让大家 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意愿 也会变高 甚至刚刚呼应 刚刚CENTI2有讲到 记账很重要 其实现在很多APP也很方便 是啊 就是按一按 然后他就把你分好 分好这个类别 最后每个月 他会给你一个 这个叫什么 一个图 分析你每个月 哪一项支出的比例 就很清楚知道说 你哪一个费用花得比较高 是不是娱乐花太多 娱乐花就少喝点酒 对不对 少做一些不必要的消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 蛮好检视自己的 这个消费状况的 对 然后我觉得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 对于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其实有一点畏惧 第一个就是 不知道从什么方式下手 第二个大家都觉得 投资是不是 要先有很多钱才能投资 比如说买一下很多股票 一张可能好几百块 可能一张就要几十万 然后到底买基金 是要单笔买 还是要定期定额买 所以其实我记得 刚刚宜甄又有跟我分享 其实永丰现在 因为宜甄他服务的客户 他range很大 其实有一些也是很高资产 但是事实上 现在很多高资产客户 他的下一代 就是阿公 儿子 再来就孙子 那针对这些孙子 这些高资产客户 也可能也开始 帮他做一些投资规划了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 新的一些 线上的服务或功能 可以普惠这些 金额没那么大的客户呢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有的 因为像其实现在 我们就是有一个 那个百元基金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工具非常的好 因为他一百块钱 其实就可以做定时定额 一百元 台币吗 对 没错 对 所以他 而且他选择性非常的多元 那其实我真的还蛮鼓励 就是说家长不只是 就是说自己可以做定时定额 也可以帮小朋友做定时定额 因为小朋友一定就是 你会给他一些零用钱 或者是说 过年家长辈给的一些红包钱的部分 那小朋友的账户呢 就可以帮他做这个百元基金的操作 让他就是越滚越多 有增值的感觉这样子 对 这个其实 真的很 普惠到很多的民众 就是他可能 一小小的金额 可以先开始 第一步他的理财 当他收入提高 或者他的这个 收入来源变多的时候 他就可以增加 从一百块台币 变一百块美金 然后再变三百块美金 再慢慢的一个增长上去 我觉得蛮好的 刚刚我们都在开玩笑说 那小孩子怎么有钱 那小孩子有红包嘛 第二个你可以鼓励他做一些家事 表现好 考试考 几分就会有多少钱的这个收入 所以就增加他这个赚钱的动力 然后他就努力的达成一些他的目标 我觉得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 我刚刚听完 又有智能的铺满 又有这种百元的基金投资 事实上 我觉得投资理财这件事情 事实上比过去想的更容易达成了 应该比3D2 那时候几年前 感觉七八年前 感觉更多这种很特别的工具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像信封管理法 以前都要自己去汇款到很多的账户里面 现在有纸账户的功能 像刚刚我们一针有讲的智能铺满 那其实就可以远去掉你很多 有的时候忘记转账 然后或者是账算错 钱算错的这个困扰 而且我觉得刚刚一针讲到百元基金 还蛮适合小朋友 就是已经上小学的小朋友 你让他们练习什么叫做投资 什么叫做理财 你可以让孩子自己去练习 因为永峰也有儿童账户对吧 我印象中永峰有儿童账户 然后永峰的儿童账户 好像还是可以 家长的那个利息 直接存到小朋友的账户里面 好像有这个功能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生意图果然是永峰的老客户哦 是 真的是非常老的客户 人不老啦 账户蛮老的 所以小朋友的钱可以直接就丢进 爸爸妈妈的利息直接丢进小朋友的账户里面 然后让小朋友从小学开始 七岁就可以练习自己去管理自己的账户 然后看到自己的钱数字变大 对这个真的是 从生活之中开始建立他这个观念 因为现在就学习理财 以后长大他就知道 他不会就是 钱变多了他不知道怎么理 然后因为我常发现 就是有以前的前辈告诉我说 理财呢就是要有智慧 要先学习 你要让自己懂得很多面向 甚至刚刚三里图我讲到理心 你的心是不是有没有贪念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比较偏差的一些方向的话 就会避免掉这个投资的风险 所以我觉得理财确实很多面向可以聊 那因为我们现在就是 活在一个数位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数位的工具 数位的金融 让我们的理财变得更简单 变得更容易达成目标 因为我记得 那个宜珍有跟我分享说 其实现在整个外币很 像美金啊 还有一些听说日币也很便宜啊 那到底我们看到这些外币 这么便宜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用这些外币 是不是可以购买这些外币 然后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用途 是的 因为其实这几年 就是台币升值非常的多 那相对所有的秘密来讲 其实台币真的就是非常的强势 不管你买美金啊 买日元啊 买所有的杂币啊 纽币 澳币 南非币 相对来讲都是非常的有利 但是很多就是 不管是我的朋友啊 或者是客户都会一直想要 就是有购买外币的欲望 那我都只是问他一个问题 你买这些外币 你想要做什么 你是想要投资 还是想要就是说旅游用 如果是旅游用 那没有问题 因为你逢低买 可以接着就是 未来可以出去玩 比如说像日币的部分 大家很爱去日本 对 所以我觉得 一定用得到 一定用得到 那就买吧 但如果说 比如说你是想要用来投资 你买日币 或者是买南非币澳币 那就不会特别建议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像日币的部分的话 它得利率水准相当的低 而投资工具也很少 那像杂币的部分 澳币 南非币 纽币的部分 波动度又太大了 所以基本上我都会问客户 就是说你买这些币别的 真正的需求 只是因为它便宜买吗 还是说你有投资需求 那其实像美金来讲的 现在可以去做承接 因为其实它现在的汇率水准 大概27.8多 大概是28年前的汇率 所以是相当的 相对的低点 已经它是大宗流通货币 所以其实持有美金来讲的话 你可以去做很多种的投资 不管你是做美金的 就是历史定额 或者是说美金的海外债 或者是说美金计价的 一些储蓄险 基本上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像比较保守的 一般的储蓄险的利率水准 大概都有3%左右 其实也是很好的 就是中长期的一些规划 是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能够在美金便宜的时候 买进一些美金 然后做一些中长期的规划 除了本身这个 投资商品的利率上面的增值以外 可能还在汇率上面 也有机会可以赚到一些价差 对不对 对 也没有错 所以其实我是蛮鼓励客户 可以去做一些比较中长期的规划 对 因为这样你比较不会担心 就是说市场一些短期的波动 因为你看的是比较长远 也比较不会影响你的心态的部分 是 是 是 那想请问一下 因为现在大家都生活 工作都很忙碌 那如果民众这些客户 他想要换汇的话 一般来讲 你们建议用什么方式 可以比较方便 然后比较不用这样跑来跑去的 因为像其实现在 就是线上换汇都非常的普及 那我们银行的话 用手机的APP 也可以直接就是做线上换汇 那一样会有让利的动作 那甚至其实像我们银行 有一个就是LINE AO的部分 你可以设定 比如说某一个汇率到的时候 他会通知你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 对 所以非常的Smart 那很多客户都很喜欢 这个功能的部分 他会有一个推波 不管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银行 现在刚好有高利定存 他也会通知你 那或者是说 现在汇率大概到多少 是你设定的价格 那你觉得不错 你现在就可以赶快 在网络上按一按 就可以换汇了 超方便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设定29 在30左右的时候 我设定29 所以现在每天跳出来 就是永逢的 每天跳 该买了 该换了 对 然后只要有一些 比较优惠的 像刚刚怡真有讲到 一些高利活存的话 他也都会跳出来 每天都在跳 是是是 所以其实因为 大家现在都很忙碌 所以如果有些这种工具 或提醒的功能的话 确实可以帮助到大家 真的是可以 在生活当中 就可以跟理财 做一个很紧密的结合 好啊 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今天永逢 这个怡真跟我们 聊到很多新的这些功能 都是我们以前在 过去比较少听到的 而且竟然投资 可以降到100元台币 就可以开始启动 这个投资的计划 然后又可以 透过智能的铺满 自动帮你的钱 分到你自己设定的 不同的一个区块 然后又可以 透过APP提醒的功能 通知你换汇 哇 这些都是很棒的 一个服务跟功能 好啊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集的活理 才即将到这边 那我们下一集的部分 会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增加你的这个 家庭资金的累积 然后如何聪明的 育员的经济学 还有如何增值你的财富 好 那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